以模拟宝珠的形式流传下来 这是对佛陀摄立子 大家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历代修行人的摄立子呢 因人而异了 摄立子是怎么成的呢 很多人想不明白 摄立子是不是胆结石 以前很多人研究 说古迹是这些修行人豆腐吃多了 火化之后有结石流下来 吃豆腐的又其仅仅是出家人 大家都吃 你也稍稍看看 你不信你干脆多吃一点整天吃 摄立子是定会的结晶 我们换个说法 就是修行人 他以圣身的定力和般若智慧 将这个摄身 以物质的形式呈现给后世的众生 让众生看到 因此生起信心 是这样一种形式 因此在历代修行人当中 摄立子 那也是五花八门 多的少的 大的小的 都会有 有人说真的假的 这个东西你不能做试验 你说把谁烧掉来试试 前些年曾经有很多专家研究这个事情 研究到最后也没研究出结果 实际上佛经早有说明 如同六祖能大师 他留下完整的肉身设理 有人不理解 那是木乃伊吗 他又没有什么用药物去 去做特殊处理 你也木乃伊试试看 往那边一做 什么不用 不用去保管 也不用特殊护理 你不要一千年了 一千天试试看 广东还那么热的地方 这是修行人 定会的成就 也有他愿力的原因 有些修行人 他修行有成就 而且他有特殊的愿 譬如有个修行人 他就发愿 往生火化的时候 烧出无数舍利子 让所有捡到 看到的人都因此生起信心 于是火化这一天 就起了大风 这风一吹啊 火化的那个烟 锁到之处飘下来 满地都是舍利子 方圆几十里啊 很多人都捡到 那远远超出 他这个肉身 所能够变现出来的范围了 那是以愿力 所成就的 前几年 九华山 有一个 修行人 也是一个不出名的 他往生的时候 就跟弟子们说 说我往生之后 火化 不要捡舍利子 我不要留什么东西 骨灰也不要 火化之后呢 烧出很多 那些漂亮的 舍利花 也有些坚固质 这些弟子们就去捡 捡一个抓到手里 没有 捡一个抓到手里 没有 有一个捡了之后 小心在这边 看 我抓到 我抓到了 手一打开 一阵风吹过 什么没了 你说这很奇怪 不奇怪 有的修行人呢 他发愿 往生之后 这个身体 不要火化 干什么呢 放到后山 喂那些昆虫鸟兽 跟众生结缘 弟子们说 好 师父一圆祭呢 大家谁都不忍心啊 师父放到后山 喂虫鸟啊 我们敢这么做 别人也饶不了我们啊 于是呢 就保护好好 安放到一个塔里面 过几年啊 打开看 外表看起来都很好 哎呀 那个打扫的侍者 不小心碰到衣服 里面打开一看啊 什么都没了 就是外表 好像还是 还是 还是跟 坐进去的时候一样 但是里面 什么都没了 全部被那些蚂蚁昆虫吃光了 他以愿力 来用这个身体 物尽其用嘛 那一般修行人 对于舍利子 这个事情呢 都是这样去看待的 往生之后活化 有舍利子 证明这个人生前 有修行 但至于修行到什么功夫呢 这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大家也不用啊 拿这个去做对比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就可以了 那么念佛人往生之后呢 活化了 有时候也会捡到 一些漂亮的舍利花 舍利子 其实啊 这个档是比较低了 就是如果说 这也是舍利子的话 那算入门级的 估计连入门级也达不到 怎么知道呢 你不信拿锤子去敲敲看 一敲就碎 那就不叫舍利子了 因为它不够坚固 坚固的才是舍利子 不过呢 一般人看到漂亮的 烧出来五光十色的 让大家生欢喜心 这也就不用去认真计较了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就可以了 在这个地方 这个塔 在我们今天看来 范围广了 因为在当年的印度 这个塔实际上 它就是代表了三宝形象的地方 因此在这里 这个塔结合下面的像 就是道场 像是什么呢 佛陀的形象 三宝的形象 起立塔像 那就是 起塔建道场 建道场就是建寺院 起立塔像 历代以来 这个事情都没有终办过 但是我们这里呢 在重点 所以说 为什么要起立塔像 因为很多人呢 还不理解 为什么要建寺院 为什么要建佛像 有些人说 寺院建那么多 建那么大 佛像树那么高 干什么啊 你讲这个话 得小心一点啊 不知道的 那就算了 学佛的同修 要小心一点啊 你如果显佛像大 将来变矮了 不要怪别人 先说一说 为什么要建道场 要尽数佛像 举个例子 大家到这里来 我们有地方 听经 这很好吧 明天我们到大街上讲 好不好 假如没了这个地方 我们在大街上 马路上 马路上露天 哪怕有可能 几个人行啊 再多几个人 就有人报警了 这边有人 非法聚重啊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假如 没有这样一个场所 那就是马路式的 在为大家介绍 过段时间 有人想了解 他到这个地方 看看只有马路 没有其他了 他心无所依靠 因此 得有这样一个形象 有寺院道场 有佛陀形象 一方面 这是我们安心 学习佛法 宣扬佛法的平台 另一方面 也是有缘众生 走进来的一个渠道 因此 对于道场的理解 这是最起码要知道的 有人还说呢 干嘛建那么多啊 也就是了 干嘛建那么多呢 你说建几个够呢 建几个够 如果真的够 一个就够了 哪一个就够 随便哪一个就够了 全世界人都到那里去 那就够了 但是你得足够大 你得足够方便 是不是呢 举个例子 现在我们在这里 学习无良寿经 大家从清田过来 还算比较方便 交通很便捷 都在半个小时以内 假如是在温州 今天晚上 要不要去天津啊 得考虑老半天 假如是在上海 那就不考虑了 我别说今天 我今年都不考虑去了 是不是呢 那假如是在北京 估计我这半辈子 也没有想过要去 那要过去 你说在北京 那可不就是千里万里啊 不是发大心 不是有特殊条件的 他能去得了吗 所以为什么 要每个地方都要建道场 就是方便 每个地方的众生 就近去选择 就像学校一样 一个学校不就行了 学生那么多 怎么够呢 再说你学校 就是足够大 学生那么远 怎么方便呢 所以很多人说 干嘛建那么多 哪里叫多 你了解一下 在很多发达国家 他们的信仰 都是很普及的 每个市区 每个居民 达到一定规模的地方 一定有一个教堂 而且呢 教堂一定是在 他们活动的中心 什么用意呢 实际上很简单 它起到社会净化器的作用 我们得从这样一个 大的格局下去看待 那试院起什么作用啊 试院起的作用还不明显吗 这段时间正在起作用 试院 理想的作法 每天有奖金 有宣扬佛法 有体验佛法 修学的活动 有缘走进来的人 因此获得启发 他能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 改变自己生活的感受 这是最理想的作法 哪怕一个试院 他不具备这些功能 他也没奖金 他甚至连个师傅都没有 那有什么用呢 有用啊 有关部门可以拦起来收门票啊 现在多少地方在这样做啊 为国家做了多大贡献啊 它是艺术品集中的地方 它是文物 它是文化遗产 而走进去的人看一看 看到佛 大家总会想到 佛是教人向善的 看久了 大家就知道 要向善 这是一种隐形的教化 钱呢 国家收取 该干嘛干嘛 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是说 就是最无奈的做法 它也同样在起到 教化众生的作用 为国家做贡献 这几年以来 很多试院已经慢慢意识到 要加强 要加强 试院的教化功能 试院原本 它就是教化众生的一个场所 因此 我们对待佛教试院的这一种态度 也要慢慢的开始调整 这是相辅相成的 大家互相配合 试院这个平台 让它发挥具备正能量的作用 看到佛像 哪怕是在外面露天的佛像 大家都会生起善念 有人说 干嘛造那么多大佛 你现在讲这个话 你可能还意识不到 现在很多人出去旅游 到龙门石窟 到乐山大佛 没有人会说 哇 为什么要造这么大 只会说 哇 太大了 以前的人怎么这么厉害 是不是呢 当初肯定也有人说 干嘛造这么大 说那个话的人早死光了 但是这个像还在 这个像 千年万事一直流传 看到的人 信于不信都不重要 他会因此种下善根 从社会的角度讲 这难道不是一种 穿越时空的文化宝藏吗 你说拿这些去干嘛干嘛的 拿这些去干嘛干嘛的钱 还有很多 有很多人说了 拿造市院的钱 为什么不去造学校 这也奇怪了 你为什么不去问那个 首富很有钱的人 他那么多钱 干嘛不去拿去建学校 你应该问他才对 你应该再问问 政府财政预算里面 为什么不多算一点 拿去办学校 建市院的钱 没有哪个特定部门拨款出来 也没有哪个特定的人 指定捐多少 把市院建起来 完全是佛法 这些在家出家的信众 自发的力量 所成就的 而建这个地方 它同样 是一所学校 它是一个综合学校 这是一般人忽略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 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忽略了 这个社会的深层需要 什么深层需要 现在学校很多 各式各类学校很多 但是大家放眼看一下 我们的道德 谁在教 有哪个学校天天会教人 不要干坏事 教人积极付出 教人要尽责任 教人要懂得博爱众生 你去找找 哪个学校会这么教 有啊 寺院这个学校 就是这么教的 只不过他门口 没挂学校招牌而已 这个学校 教人向善 这个学校 教人要积极 这个学校 教人要尽责任 尽本分 教人 要有慈悲 教人 要进化社会 其实这个学校 才是最应该投资的 如果说希望工程 这难道不是 我们目前 最希望出现的局面吗 愿我们的国人 道德观念 更强一些 愿每一个人走出去 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 言谈举止 更加优雅 人就是活生生的广告 所以 这个社会隐形 深层的需要 如果我们认识到了 你怎么能说 建这个寺院 它没有意义呢 那是缺乏全面 客观的了解 不否定 其他各类学校 都需要建 只要社会需要的 都可以去做 但是这个 难道不需要吗 所以这个塔像 奇力塔像 我们得从这个方面 去看待 目前 已经有的 我们善用 别的不说 我们遇到的纪元 把它善用起来 这本身 它就是一个 教化众生的平台 大家一起 来学习佛法 分享佛法 若干年之后 这个地方的民众 会因为 有这样一个道场 而改变 整个社会的风气 以前的人说 造一座庙 有大功德 实际上 就是从这里讲的 它能起到 净化人心 改善社会 风气的作用 虽然短时间 不太容易看出 什么叫短时间呢 我们现在叫 五年六年就一届了 这叫短时间 这一届看不到 看不到大家就不想了 但是 这社会难道就 五六年就没了吗 哪怕这代人没了 下代人要不要活 要不要活得更好 要不要对下代人负责任 这些都是我们 应该去理性思考的 眼前不太容易看到 它有什么明显的 这些利益 这是很正常的 你一棵树种下去 能有个十年八年 它还长得不像样 何况人心的工程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你看一个人 他前几年走进来 他就说来逛逛看看 不知道这里还有个寺院 这两年呢 他来的次数多了 这段时间呢 他整个人都不一样 下段时间 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 他一个人可能会影响更多人 这就是人心的潜移默化 所以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平台 因为它可以让人心有所依归 当大家想起来的时候 可以找到这么一个地方 就像很多人去四大名山一样 为什么要去啊 听说菩萨住那里 随时去 菩萨都在那里 所以菩萨要视线 有这样一个固定的道场 而且 大家还分工合作 观音菩萨说 我就在普陀山了 九华山我就不去了 那要看我的都到普陀山来 地藏菩萨说 那我就在九华山了 想找我的都到九华山 这是我的总部 谁不知道啊 地藏菩萨总部在地狱 但是你愿意去地狱吗 所以人间得有个半次处 让大家找它方便 表达自己的诚意也好 去看看地藏菩萨到底是什么样也好 哪怕就是随便去逛一下 都会因此有所了解 种下善根 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立体的 全方位的层面去观察 这寺院本身 它在做隐形的巨大的贡献 我们得看到正面的 积极的 佛法的这些存在的必要性 而不要天天从负面 来障碍自己 障碍社会大众 从负面呢 很多人天天在说 有些出家人不怎么样 有些试验不怎么样 当官的 没有可能各个是清官 经商的没有各个 像菩萨一样 做工的没有可能各个 都是好员工 出家人也是人 有几个 有一部分 不是那么完美 不很正常的事情吗 你喝水还要过滤一下 你要学习 你可以过滤学习 而要了解呢 这需全面了解 不能以一概全 这样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佛法 学习佛法 来把这些全面去看待 然后才不会被某些负面现象 所影响 甚至是误导 那就非常可惜了 这是奇力塔 像 我们引申他的意思 就是建立道场 他真正的功德 在这个地方 并不是说建几栋房子 有多大功德 而是这个场所 它能发挥 不可代替的作用 真是这样的 也有一些研究历史的专家 分析 说好像啊 在社会不安定的时代 佛教都很兴旺 社会安定的时候 佛教也同样兴旺 不要故意回避 且说说社会不安定的时候 不是佛自己要兴旺的 是社会不安定 人心需要安定 你看我们不说太远了 就眼前吧 当我们生活中 遇到灾难 不顺心了 不如意 想不开了 所有人都无法解决我们问题了 很无奈 我得去找观音菩萨 这是最后一条路了 他去拜拜菩萨呢 跟菩萨说说话 聊聊天 菩萨什么都没讲 他就感觉很舒服 为什么呢 终于有一个人 可以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听他发牢骚半天 那不叫大慈大悲吗 你说什么叫慈悲 你试试看 你站在那里 你不要讲话 你不要跑 我找一个人给你发牢骚 发上一整天 你能做到吗 你没有菩萨这点耐心 怎么可能呢 其实菩萨还在用种种方便 启发他 理论上讲 社会当然需要安定 需要安定的意思 就是不安定 只有说相对某个时代 比较好一点 说社会完全安定 理想化的安定 显然目前还是不太现实的 因为人是情感 在起作用 情感是起伏的 起伏有波动 那很正常 加上人与人之间 没有可能什么事情 都完全顺着一个人的想法 彼此都不可能完全这样 于是 烦恼就有了 情绪就产生了 当所有的这些 技术手段都无法安抚的时候 当这些矛盾激化的时候 这无形的安抚就非常重要 原因在这里 既然历史以来有这样的现象 那不正好证明社会需要吗 应该从这个方面去理解 还有人说 这佛法好像是 愚弄人心的 愚弄谁了 那么聪明 没有愚弄你啊 他说这个话的意思 就是佛法教人 什么都想开 好像是有点哄小孩似的 你想不开也可以 没人逼着你 非得想开啊 想开是觉悟的事情 不是谁逼着你 非得这样做 你也可以选择极端 但是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我们冷静的去看待 还是比较合理的 这是起立塔像 我们总结来说 就是为护持佛法 包括建道场 照佛像流通法宝 任何佛法形式的存在 我为此 做护持工作 所谓护持工作 就是出钱出力 随习赞叹 包括宣扬 这都是属于起立塔像 我希望这样的教育 我希望这样的佛法 能够在世间普遍流行 我为此尽心尽力 却奉献 在我能力范围内 所能做到的 那么一点点 所谓绵薄之力 我这一点力量 放在我这边 不用也就浪费掉了 就像一滴水 放在我的杯子里 用不了明天就干掉了 但是这杯水 我要把它放到大海里面 我算有股份 别人要问你水呢 那大海就是我的水 我是最小的股东 也没关系 理论上讲 水不会蒸发 只要大海在 我的水就在 功德就是这样 无量的 所以说点滴入海 都是功德无量 因此 佛在法华经上 举了很多例子 乃是童子系 巨沙 成佛塔 那些童子 在沙滩上玩 拿那些沙子 来堆成佛塔的样子 就以这样的功德 决定成佛道 为什么看到的人说 哦 这有个塔 他就有这样的功德 没人看到 孩子认为我建了个塔 他心里面就种下这个善感 所以我们要从他积极的一面 去理解 去看待 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一天出去拓坡 大家都拿食物放到佛坡里 有两个小孩 就在那边玩泥土 玩那些沙土 游戏 看到很多大人拿东西往佛坡里放 一个小孩就说了 我们也拿些东西放到佛坡里 我们有什么东西 这些沙子 这些沙子也是我们的东西 我们拿去供养佛 那另外一个说 好吧好吧 也没别的东西了 就用这一堆沙子 提一件的这个 捧起来 另外一个说 我跟着你 我们一起去 来到佛坡呢 因为佛很高大嘛 我把身子探下来 还是很高 然后这两个小孩呢 就合作 来我骑到你身上 于是一个驮着一个 就把这个沙子 准备放到佛坡里了 坡里面都是吃的东西 放进去可以做调料吗 阿南尊者在旁边就拦住了 不可以不可以 小朋友 小朋友 不可以恶作剧啊 那世尊要吃饭的 世尊就说 别拦他 给他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呢 再给他分开 然后 交代阿南 这个沙子 带回去 放到金色的墙上 就算他 修了功德 然后给这两个小朋友 鼓励 赞叹他们 这样做很难得 回过来 就跟阿南说 说阿南啊 你记住这两个孩子 我灭度后 一百年 刚才那个捧沙子的小孩子 将会转生到 这个国土 统一整个印度 做印度的转人王 就是刚才说的阿裕王 另外那个 随着他 帮他来供养的 是他做国王的时候 第一大臣 阿南尊者就记住了这个话 所以阿裕王 这王位就是这么修来的 捧了一把沙子去供佛 仅仅这样而已 有人说也太便宜了吧 那就很便宜啊 所以在佛法中 这是最合理的 最划算的投资 不过呢 七线 你得有耐心就是了 阿裕王 因为这样的功德 王 整个印度 就是作为整个印度的国王 印度在历史上 统一的时间不多的 能统一整个印度 都是很厉害的 那些国君 顺便得说明一下 不要明天大家也把沙子都带来 放到我们厨房里去 阿裕王捧沙供佛 这份真诚得到王位 但因为是用沙供佛给佛吃 所以阿裕王这一辈子 他的身体皮肤很粗糙 像沙子一样 怎么化妆 怎么美容都没用 因果分明啊 但也是很难得了 所以这个就是 在佛法中投资 那是最明智的做法 因为他能利益无量众生 接下来这饭食杀门 在过去就是讲 摘生 就像刚才佛在世的时候 比丘出来脱拨 大众供养 这就叫饭食杀门了 那传到中国之后呢 出家人 不再每天出去脱拨了 现在有些道场啊 办活动的时候 象征性的 带着大家街上逛一圈 叫行脚拖拨 这有一种纪念的性质 那我们现在 这个饭食杀门怎么做呢 现在一般寺院 就是摘生 大的寺院 打千生摘 譬如五台山 五台山出家师傅多 又常常打千生摘 请全山的出家师傅 吃饭 你说那得多少钱啊 多少钱没关系 别人供养 你可以随喜吗 一块钱两块钱都可以 关键就是 有这个机会 自己可以参与其中 或者几个人 大家拼凑在一起 那一般道场啊 出家师傅没那么多 就打栽共仲 就是请师傅吃饭 怎么请啊 不是到外面下馆子啊 直接把钱交到道场 道场里面呢 就是今天吃饭的钱 算你出的 这就叫打栽共仲啊 看这个道场 注重多少 道场会告诉你 我们今天多少人吃饭 大概需要开销多少 你尽量多给一点 要不然亏的 要算你的 这就是栽生 饭食 上门 广义来说呢 就是护持 寺院的修行人 让修行人 一时 没有忧虑 佛陀在世的时候 出家人接受供养 就是四个方面 衣服 饮食 卧具 汤药 衣服 可以接受 过去的衣服 就是布料 就是布料拿来 可以根据需要 去剪柴 这是一个 饮食呢 就是接受饮食供养 佛在世的时候 出去托波 传到中国之后呢 以前啊 在家居士 供养寺院 常常有这样做法 我这几十亩地不要了 捐给寺院 寺院呢 种田 收的庄稼 作为稻粮 这个做法 过去是常有的 改变呢 时间还不久 也就是一百年左右 意识到 清朝 王国 这个事情 都是一直这么做的 那还有呢 就是定期 送些粮食 到寺院里去 因为以前出家人 生活非常简单 就是衣食住行 住吗 寺院里面 现成的地方 有的住就可以了 如果修行人再多 大不了在天几间房子 其他所需也不多 剩下来的 就是吃饭的问题 因为寺院里面 流动人口很多 所谓铁打的寺院 流水的生 所以有时候 可能办法会 有共修活动 有红法活动 那来的人就很多 所以饮食 是非常重要的事项 所以饭食杀门 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 去照顾 出家人的饮食生活 让他们安心 修学佛法 弘扬佛法 但是这样的做法呢 却导致很多社会大众 不满意 说什么呢 他们天天都不干活 什么也不做 成了社会的寄生虫 苏家人的头 这发型太特别了 一眼就被人看到 所以出家人这样做 大家就会有意见 但是社会很多行业 也都这么做 大家就装装没看到 哪些行业 很多人做办公室 一辈子没下过地 你要不要说 他没做事呢 现在很多从事 科研的 学术的 教育的 甚至有些 一辈子没下过农村 不知道种田怎么回事 有些拿菜给他 他都说不出 这菜是什么菜 只知道吃 你要不要说他一辈子 没做过事 你不能这么说 他有做具体事情 其他贡献 出家人也不是没做 所以大家在理解的时候 很容易极端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既然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 唐朝 百丈大师 就做了一些调整 以后寺院里面 留地 自己做 哪怕外面没人照顾 这寺院里面 至少 饮食不成问题 就是免得 忽然有一天 大家觉得 这不公平 不合理 大家不再 这样去做了 那没关系 可以自己 照顾自己 这样的做法 也是为了适应 我们这个区域 大众的需要 但现在 你到南传佛教国家去看 南传的信众 他们不这么认为 比丘出来托波 他们到寺院去供养 他们认为 这是很高贵的事 他认为 一个比丘 一生出家 修学佛法 弘扬佛法 那是在为社会 做巨大的贡献 他自己本人 也牺牲了很多 我们应该支持他 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 他们会良性运作 出家人很多 社会大众呢 在观念上 从正面去看待 偶尔您也能听到 有某个比丘 不怎么合法 有哪些不好的现象 但是他们的信众 根本不会关注这些事情 只有那些 很无聊的人 才去关注 这是一种氛围 所以这些地方 值得我们 对比之后 冷静去思考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我们如果希望 一个行业 兴旺 你得从正面 去扶植 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所以我们看待 这个事情呢 得从正面 正面去了解 正面去看待 正面去支持 负面影响 慢慢的去降低 其实 正面的力量 越来越强 那负面的 自然就减少了 这是一定的道理 这是饭食杀门 那我们今天 依然广泛隐身 这方方面面的 护持的工作 佛法叫护持 社会上就叫支持 是一桩事情 沙门就是出家修行人 出家修行人 他自己修学 传承佛法 向社会大众 传播佛法 这是他本分的使命 就是一个人出家了 他做什么事情呢 至少他在传承佛法 他本身也做出了牺牲奉献 哪怕他什么都没做 举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国家 失业率依然还是比较高的 每年还是有很多人 找不到工作 出家人没给大家抢工作 你说这算不算贡献呢 你说这也算贡献 当然如果这些人 全部都去跟你抢工作了 你可能现成的工作 未必能保得住 这也为国家 无形当中减轻了压力 所以很多人忽略的这些地方 我们有时候冷静去想一想 难道不是这样吗 前面所说的那些 我们就不用进一步去分析了 单单出家人 他放弃了自己 所有可能的成就 就这一点就是最大的牺牲 譬如这两年很多人听到 清华北大一些所谓财子 高财生出家 有些媒体说可惜 什么意思 当和尚就是不值 你忽略了社会 需要方方面面的贡献 所以我们需要更全面去了解 这个社会的需要 这样社会的发展才能平衡 有更多的年轻人 尤其是优秀的年轻人 投入到生团 只有可能为我们的文化 壮大实力 你怎么可能会看到 它负面的影响呢 一般人看到 他将来如果继续在社会上去打拼 有可能成为行业精英 现在缺少行业精英吗 社会各行各业 精英不缺乏 首富有 大官有 各行各业都有领军人物 比较缺的 其实还是和尚 优秀的出家人 是值得鼓励的 藏传佛教 长期以来 他们这个生团啊 一般人看到是 好像说是实力比较强的 所以有那么多的活佛 有那么多的什么仁伯茄了 哪来的呢 这也跟他们 藏民的这一种 对佛教的尊重 有一定关系 藏民 如果送儿女出家 家里两个孩子 他一定会送那个 聪明一点的出家 那个笨一点的 留在家里 但我们汉民呢 就相反 我们偶尔会遇到 有同修啊 很好心 师父啊 我儿子跟你出家吧 我知道他有两个儿子 我说好啊 我要那个聪明一点 他说那不行 那个笨一点的 因为那个笨的 找不到工作 他说找不到工作 可以跟你出家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你以为出家人 就是失业团队啊 这就是我们的思维 不一样 造成 我们人为的 有可能 在削弱佛法的力量 从我们自身 到我们自己 所支持的这些 这些做法 实际上 消极因素 是偏多的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从这些地方 说明呢 我们得首先 改变思想管理 得从积极的一面 去看待 这范石沙门 支持出家修行人 有人发 纯正的心出家 越年轻越好 要给他鼓掌 要赞叹他 这个才是 我们学佛弟子 应当做的事情 这是范石沙门 接下来 玄针 染灯 针 是属于诗制品 诗制品就很多了 在佛门里面 常见的诗制品呢 就这么几种 一种是 宝床 一种是宝藩 在传统的 大雄宝殿里面 现在还能看到 你走进去 从梁上面悬挂下来 那个圆圆的 圆筒形的 上面有时候 绣的是经纹 有时候是咒语 那个就叫床 宝床 不是睡觉那个床 这个床 是立起来的 那个扁形的 上面有时候 会写佛的名号 菩萨名号 那叫 藩 除此之外呢 还有很多 类似的 诗制品 都是属于 针 能说 大殿里面 悬挂这些 干什么呢 以前这些啊 它不是悬挂在 殿堂而已 它是悬挂在外面 做传递信号用的工具 来使用的 以前寺院里面 广场 有旗杆 那旗杆 就是悬挂床和帆用的 现在少见了 但是呢 你偶尔还会看到 我知道一些同修啊 喜欢参加水路法会 有些大的寺院 在水路法会 正式开始之前 那番就挂上去了 挂到寺院外面 上面写的就是 水路法会的全称 什么意思啊 就是信号发出去 以前没有什么手机啊 没有这些电子设备 一般要通知大家 怎么做呢 写信没有邮局啊 所以这番和床 它分别有不同的用途 假如 这个床悬挂出来 来来往往的人看到 大家就开始互相 一传十 十传百了 今天寺院里面 这个床悬挂起来了 有奖金活动了 这番悬挂起来呢 有法会活动了 用意在这里 所以这个悬针 它的内涵就是传播佛法 大家现在悬这个针就很容易了 编一个短信 一个手指按下去 这信号就发出去了 这就是悬针的用意 就传播佛法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学习的佛法 跟他分享 也包括学习佛法的机会 有兴趣的朋友介绍他 来听闻佛法 这都是玄针的内涵 染灯呢 现在在殿堂里面 还能看到染油灯 不过现在更多的就是 电灯来代替了 有很多朋友到寺院里面 还是喜欢点蜡烛 供养 什么用意呢 这个灯 它的用意 很明显 燃烧自己 照亮大众 你看那个灯 它在不断释放光明 它的油越来越少 这就代表 修行人 它在不断地 燃烧自己的能量 为社会提供光明 取这个意思 燃油灯 燃蜡烛 都是这个意思 顺便跟大家说说 燃这个 也是这个意思 头顶上这个 这几个洞啊 这个叫戒疤 受戒时候点的 我因为这几个戒疤呢 很多地方都很受关注 有时候到一些寺院 一些旅游景点的寺院 有好几次啊 有一群老外 拿着相机 严阵以待 一个拿相机站在那边等了 另外几个就跑过来 讲话 很生硬就是了 但是能讲得出 普通话 说师父 你不要动 我一看 不是要绑架 干嘛不要动呢 你不要动 我们跟你拍个照 理解了 然后又说 师父 你头低一下 哦 我明白了 不是跟我拍照 跟他拍照 他们呢 消息也很灵通 听说啊 头上有这个的是真的 所以看到了 就抓住不放 也不知道是谁说的 实际上 这个无关真假了 现在寿界已经不要求这样做了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有人说这样做 有没有什么功德 会不会很疼 什么感受啊 为什么是这十二个呢 有人看到 有三个的 有九个的 有十二个的 有什么不同吗 哦 有人想到了 可能像将军一样 军节不同 所以多少不一样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且待下回分说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